他二人这几日折腾来折腾去 颗粒未尽不说 为了击杀玄武又耗费了许多体力 魏无羡眉目微皱 蓝忘机发觉他似乎是在嫌弃地上个人 想起他先前戏言要借自己的腿枕一枕 蓝忘机紧抿着唇看着他 有些心烦意乱 不知是赌气还是别的什么 最终 魏无羡皱着眉头睡不安稳的神色 还是让他败下阵来 蓝忘机对自己的妥协之举感到无力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 又或者说 他明明很清楚缘由 只是一时半刻难以接受那个荒谬的事实 蓝忘机小心翼翼地托起他的肩背 让魏无羡半衣威在自己身上 投靠放在自己未受伤的腿上 动作极其轻柔 说不清到底是怕弄醒了他 还是只是单纯的 想要这般温柔地对待他 或许魏无羡的玩笑并不是胡说砍言 他确实会因为地上太个睡不安稳 所以 蓝忘机将他的头挪到腿上之后 魏无羡眉眉间就平息了不少 睡得安静甜逝 甚而嘴角上扬 露出了些笑意 蓝忘机静不下心 反而紧张起来 魏无羡只是稍稍动了动头 蓝忘机立即死死地盯着他 全身都紧张地崩直了 然而或许只是睡梦中的人会下意识寻找一个更舒适的姿势 魏无羡只挪了一点点位置 朝他贴得更近了些 依旧睡得很沉 蓝忘机只是虚惊一场 好半晌 他才看看放松下来 魏无羡的伤势也并不轻 思极此 蓝忘机眼底显出一抹忧色 看着他渐躯平稳的呼吸 安田的睡颜 似乎有些异样的想法浮现心头 修长的手抬起 指尖轻轻点了一下魏无羡的脸颊 一触即分 可脸颊的主人依旧沉沉睡着 恍如未觉 像是打开了什么机关 又仿佛是得到了什么准许 指尖得寸进尺 再一次触摸到了那张这几年里 脑海中曾千百遍浮现过的面容 是少年人的朝思暮想 又酸又涩 无人能知 无人可诉的爱慕之心 魏英是他的心上人 而他们明明是天命道理 可魏英 好似不知道 又或者 他只是在拒绝自己 许多复杂的情感 催生出了更多的妄念 掌心贪婪而羞怯地拥护上脸颊 指腹轻轻地抚摸过他的眉眼 鼻翼 脸庞 最后停留在唇瓣上 描摹轮廓 他还是睡着 没有半分被轻薄的知觉 确定他不会醒来 这只手似乎更加肆意妄为了 他开始施下更重一点的力道 开始抹去他脸上残余的污迹 弹琴的纸刮过柔软的眼瞼 剥险般聊过他的眼睫 一切似乎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蓝忘机却忽然缩回了手 放在胸口处 迷茫地捶手看着怀中的胃无限 自己为何会做这样的事 怪他 可是罪魁祸首 明明正病重熟睡 怎么能怪他 是他自己贪心 不由自主想要亲近他 蓝忘机规矩地收回了手 闭眸运稀 可一潭心池 却被这平静不了的情意 搅得波纹泛起 连衣难平 在这空旷而安静的洞中 呼吸也被放缓了 只有角落岩壁点点滴滴的山泉 有节律的渗落 就在这时 在这片极尽枯寂的地方 毫无征兆地响起了足音 蓝忘机猛一睁眼 但彻双眸皱缩 入口处降落之地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正缓步向潭边走来 他青年身凉 若惯年岁 一身尽是阴郁怨气 黑衣烈烈 副手而行 腰间一管黑笛 笛上的鲜艳红碎紫 随着他的步伐悠悠晃晃 无论怎么看 都能看出他所修非常道 蓝忘机脑中如一记重锤 砸得他猛了 虽然面容不可看清 但蓝忘机已经很清楚 自己的天命道理 就是魏无羡 也就是说 眼前这位鬼气森森的悬衣男子 正是他怀中那安然熟睡 笑意耀眼的少年人的未来渺像 云梦大弟子魏无羡 天资极高 见到经验决绝 为何又怎可能会转而休息这种外道 在此地看见魏无羡的渺像 虽可说明他们二人之后确实得救 但未无羡缘和故地重游 还带着一身怨气 蓝忘机想无可想 悬衣秒像似乎侧手朝这边望了一眼 神色不明地又转回去 立在潭水边 抽出黑色长笛横在嘴边 秒像末地烟消云散 两久 蓝忘机才收回视线 轻轻握住怀中人的手 然后逐渐加重力道 将仅存不多的灵力 一股股输送给他 摸了摸他的脸 眸中容情 蓝忘机重新点燃烧了一半的篝火 影影流光运转 此地唯有水滴落 火焰烧灼 以及两个少年的呼吸声 蓝忘机脑中不断回想着 那一袭黑衣的阴冷 还有未无限月色下的笑颜 藏书阁的花言巧语 冷泉的嬉闹 这种种分杂的思绪混乱不堪 却都只是关乎魏无限一人 谁凭一己之力 蛮横无礼地闯入他的天地 拨乱了一切秩序 却毫无所查 心安理得地飘浪四方 蓝忘机看着怀中不识情意的魏无限 抹撒着他的脸颊 高烧中的魏无限 似乎是对手掌的抚摸很是重义 不自觉偏头蹭了蹭 蓝忘机虽然已经见识过许多次 魏无限睡觉时不安分地到处乱动的行为 甚至他几次三番快滚回地上 都是蓝忘机扶着他的头轻轻拨回来 但每一次蓝忘机都忍不住紧张到僵直身体 但这次不同 蓝忘机只觉心中某片最柔软 最私密而又极其青涩地装满了一个人的地方 也跟着被他蹭了一蹭 一些怪异 迷蒙不清 又强烈的想法浮现 不可以 可以 我可以吗 他会知道吗 他不会知道 不知挣扎了多久 蓝忘机似乎下定决心 又仿佛被情爱蛊惑 他缓缓俯身 在熟睡者的额角 落下一个轻柔 羞涩又大胆 莫名的 一触即分地闻 火光漫天 耳边充斥着叫嚣和嘶吼的人声 脚步声 刀剑碰撞声 合着弓弦见识破空的声音 密密麻麻交杂不清 周围窜动着隐隐重重难以分辨的人像 空中蔓延着血腥和尸体 被烧灼到焦黑的难闻气味 火焰照耀着残破的旗帜 飘扬的酒半帘被吞噬 伴随着房梁的轰塌 木杆断折 旗帜凌落 尸海遍野里 一张张模糊又熟悉的清白面貌 安静地染着心血 眼眸无声睁大 死不瞑目 铜膜里刻满了绝望和不甘 魏无羡猛地睁眼做起 眼眸里还残留着胸利恨意 苍白阴郁的脸上满是冷汗 警惕着扫尸四周 他还是待在莲花雾重建的屋舍 好扮赏 确认周围没有异动之后 魏无羡猜勘勘 卸下一丝防备 紧紧握住陈晴的手指 慢慢冲红回血 但仍是握在手里没有松开 抬手抹了一把脸 才发觉俄纪尽是冷汗 魏无羡猜再也睡不着 下床出门 已是深秋 难免天凉 之前摄日之争行军期间 战局吃紧那些时候 作业不收拾尝试 要么是处理不完的军武 要么是日夜颠倒的作战 那时什么睡觉休息 通通都是奢求 能假眉那么一两刻 已经很是难得 没想到如今一切尘埃落定 终于有时间能好好睡觉了 他却又睡不着了